所以接下來還會有那個 我忘記台灣翻作什麼 台灣好像翻作 深藍恐懼吧 因為我記得原文是叫 藍色恐懼 對啊 藍色恐懼 對對對 我覺得我那看好最好玩的是 你知道我看完那個 盜漠偵探之後啊 我下面就有人留言說 馬大是烏馬的嗎 Cut Cut 為什麼 為什麼你看盜漠偵探之後 你問我說 這是無馬的 因為那個時代的動畫 這部片有什麼地方需要馬的嗎 我也有看顧啊 我不覺得有什麼地方需要馬的 應該這樣講好了 應該講會露點嘛 對啊 就只是露點 對啊會露點啦 可是那個露點 基本上你不會 你可能應不起來 你會覺得是自然的感覺 我以前是你知道 有些人就會比較 就會比較 你知道 可能會想怪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 而且很有趣的是 之前那個 他們決定要播那個 聖男恐懼的時候 下面 我一個朋友就留說 是不是無馬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都在意這種事情呢 因為無馬的畫面 就那一點點而已 你知道嗎 就像阿基大有露點的畫面 那就那一點點啊 嗯 對啊 我不懂為什麼 可能 可能 大家可能很想 能夠有機會 在電影院上 看到無馬的動畫吧 因為畢竟 聖男動畫很難 很難在大衣服上看到嗎 那種感覺我不知道 他們根本是 可能是一個傻傻的東西啊 你這樣講 我剛剛突然間講 看李班的心情 看李班的心情 在看這些電影 不是 你剛剛在講那個 我劉慧去找那個什麼 去買那個播映權 然後在台灣 在那個什麼 就是做特應這樣子 對 那不知道會不會 就買公播權 特應是沒問題啊 對啊 那有沒有可能 去買銀售學員的 那個播映權 你剛剛講說 大家都在想說 有沒有賭馬 其實搞不好可以喔 如果你買的 如果你 因為銀售學員的公司還在不在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動畫公司都倒了 我不知道還在不在 因為如果倒的話 比如說像那種 夭壽都市啊 對啊 這種限制級的 你說的夭壽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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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影嗎 不是香港電影 日本那叫什麼 日本的夭壽都市 就夭壽都市啊 也叫夭壽都市 也叫夭壽都市 對啊 應該這樣講 你要看說原公司在不在 如果原公司 他的版權 有被買走 或是他還沒有倒的話 簡單講 有公司在 你就可以去接下 問公播權 然後去跟他買公播權 買完之後 買完之後 看完之後 你就可以公播了 簡單講 你可以租 你可以租一個廳 或者是租一個場地 然後那個公播娘子 欸 要經過文化不省片嗎 喔 我留說 那就是要囉 那他 但是如果文化不省片 會把它定為限制級這樣子 對 那是不是還是可以不用 文化不省片是 是指說在電影院播 還是說隨便找一個公共場合播 都要再發布審片 公共場合播應該叫審片吧 如果這樣講的話 那他們如果關起門來播 沒有 我覺得他現在買播應權的主要一個原因 是因為可能你還要賣票 是吧 對 對啊 就是說這有盈利行為 所以你不可以那個 對啊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 你需要拆取要買 因為如果 我自己一群人在看的話 更沒差啊 對啊 他們可以很長 對 沒有 我只是突然間想說 人家開風趴 你都不會那個 對啊 對啊 我之前常在我家 沙發就是 電視開著 那個DVD開銷 一群人在那邊看 家庭 這種東西就屬於家庭 就不算了 可是如果是公開播應 然後或者有售票行為 那基本上就一定要買公播權 對啊 因為你這樣講到這個 我突然間想到那個 最近那個誰啊 心見迷假靖國 一直 他應該有找你嗎 他有找他有問你嗎 因為我不清楚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夠說 我不是那麼清楚 我只能去幫你那個 但人家講了以後人家也沒回應 對啊 他可能會需要這種 因為他一直很想要辦一個 他很想要辦一個 那個什麼 Star Trek的那個什麼 的特應這樣子 可是他不知道 他只是有熱情 但我覺得可能也 我這種那個 去買播應權這種東西 可能本身還本身也要有一點資本 對啊 嗯 其實也不用 你要看公播權 他設多少錢 其實也沒有貴啊 你看像星戰 星戰的話 你買個公播權 然後你有講好東西 其實星戰 你才一兩萬塊而已 還不多啊 是喔 公播權 有那麼便宜嗎 因為他要限制啊 限制沒有的沒的啊 對啊 這些都要講好的啊 是啊 他會看自己的東西 是一場 一場一兩萬 通常是一場 對對通常是一場 一場一兩萬 對啊 那你這就是這樣 你自己贏虧自負 對啊 對 對啊 所以為什麼 你如果不做這種東西 你一定要賣票才可以啊 你如果沒有賣票 那資本就 一定沒有 你一定會 看你有沒有這個本錢啊 因為有些有錢人來講 其實沒差啊 如果你有錢到某個程度 你想要公播 公播權 公播權是一兩萬嗎 可是你還要租店裡面嗎 對 對對對 那些東西錢啊 因為公播 公播權的意思就是 版權方那個什麼 就不會再 合法了啊 合法可以公開 那個什麼 販售播票 對 但是公開播音這件事情 是還有執照的 對 好 既然這樣講 我就這樣問我解釋一下好了 因為我現在 我之前一直很想要 重新 特意那個星戰456吧 對不對 嗯 然後我來講 我這個之前有 這方面的資訊 我來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沒有 你是找熟悉的電影院 因為熟電影院本身 他們就已經有管道了 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跟電影院講說 我想要包這個廳 然後 某某已經播過的片子 然後如果 電影院去找片商 找到片員的話 他就可以讓你播這一次 對啊 然後他要拆一張這些東西 就電影院去弄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去找熟悉的電影院 然後請電影院去找片商問 有問到之後 那他就可以直接 你就可以在那一場 播你要的那個節目 兩集 你要播的電影 但是前提是 電影院願意幫你 然後第二 那個版權方那邊 還找得到片員 就像我遇到 就是我找不到 就是 那個片商電影院 幫我問過 浮世那邊沒有456 早期版本的片員 對啊 所以我就沒辦法 我就沒辦法播 然後那些那時候電影院 還跟我講說 那你要不要 你跟我們租聽 然後你偷偷帶藍光來播 不行啊 這樣就不行啊 我租聽你要用錢啊 對不對 還可以這樣 帶藍光來播 其實 因為你其實就是租聽而已 就租聽的錢而已啊 然後你就是自己 你就偷 你就自己吃下來 你只要不要這樣 就知道 基本上沒關係 對啊 但是你如果要讓 就是一個公開活動的話 那就不行 只要是公開活動 你就一定要跟版權方講好 對啊 所以版權方那個 上面的錢 例如說 公播的費用 這其實你可以跟版權方討 可以跟版權方討論 多少 這是可以討論的 對啊 也並沒有說 都一定多貴或多少 在看你 對啊 像那個我留就有說 阿基拉原子的那個費用 一場是1000塊美金 也就是差不多快台幣左右 然後你還要在租聽 然後你還要在幹嘛幹嘛之類的 對啊 那基本上都是 一定有抓一滴滴 可是這基本上沒什麼 那跟 我跟他所花的時間 絕對超過於你的那個人力身分 好不好 對啊 他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 比較複雜的部分就是 嗯 你不是找電影院 那你就一定要自己跟片商接下 然後跟片商接下之後 你就要把你的計畫提出來說 你要在哪裡播 然後播什麼時候 然後幹嘛幹嘛之類的 然後片商就跟你講 你需要處理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之類的 就像公播權 然後要省 有的沒的 這類的東西 嗯 就自己要去處理場地啊 公播權啊 嗯 然後省片啊 然後你自己的宣傳啊 講的錢 那個場地的費用啊 然後公播的費用 有的沒的 就要自己處理的 就更累了 對啊 所以這個其實 沒有這麼好辦 真的沒有這麼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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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留黑子飯 真的是很厲害 對啊 嗯 對 那你現在大概就是這樣 嗯 現在這樣子 有有打算繼續辦那個 移送學員的 哈哈哈哈 我只是突然間 在想說你 沒有我只是突然間在想說 如果這麼多人想要看這種 那種 呃 劣騎的東西的時候 那個 可能可以啊 對不對 沒有應該是說 做一個那種 類似奇幻影展的東西啊 對不對 那種 然後專門在播這種 離經叛道的東西 對不對 你翻 你翻 你不一定 沒有營獸學員 只是其中有一個點子啊 比如說像鐵南那種東西也OK啊 對不對 對啊 就是那種奇怪的片 鐵南 鐵南的話 那還有還蠻有文化學 對啊 鐵南就是 你看這就是所謂的那個 金馬英人最喜歡播的那種東西嘛 對不對 好像好像有意識到什麼 然後就是沒有講清楚 也沒有這麼的 也沒有這麼的肉 肉欲這樣 那沒有這麼的官能這樣子 對 那妖獸學員皮 可能還比銀獸學員還好一點點 銀獸學員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 哈哈哈哈 妖獸學員有在一起 啊 妖獸學員 妖獸有做愛搶面啊 只是 只是做 只是沒有成功做完 那個 那個女兒就變怪物了 你看 妖獸 妖獸 都市啦 不是 妖獸都市 不是妖獸 對 銀獸學員 妖獸都市 可是銀獸學員很明顯是受到 妖獸都市的影響 然後做出來的次文化的東西啊 對啊 好啦 好吧 我不確定喔 我不確定 沒有我自己感覺到 沒有我自己的感覺是那個 那個什麼 他們視覺是有影響到的 就是 搞不好裡面還有 同樣一批人在做 對 OK 工作人員可能有 對啊 工作人員會有重疊 對啊 可是 妖獸都市跟銀獸學畫風 完全不一樣耶大哥 但是他們裡面在做一些那種畫面的那個什麼 演出的時候 其實可能就會 可能就是有類似的那個重疊的工作人員 因為畫風這件事情是那個那個什麼 畫風這件事情是人物設定 一開始就已經設定好了呀 你後面這麼多人去畫你 他就是要去遵循那個畫風 開放留言板 找一下那個銀獸學員是哪一家 在動畫公司做的 然後妖獸都市奶在動畫公司做的 搞不好真的是頭一間 都一樣是觸手系列 因為 對 總本距離課題 類似你一般嗎 對 對 可以辦那個銀獸學員的那個 那個總集片 那個大播放 就是銀獸學員把大家鬆這樣子 然後每個人在那邊 都畫敗 可是我們是 這銀獸是用主機啦 我在想 銀獸 銀獸學員是什麼 銀獸學員是 銀獸是哪個銀啊 銀盪的銀盪的銀盪 銀盪的銀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日本人真的很特別 他們會真的有這種 他們會做出這種東西 然後也真的有市場 然後也是容許這種東西 其實你們看的A片 都還是太輕巧了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日本人看A片 沒有 我看A片 我看A片是為了我的官能 但是銀獸學員在看的時候 是看獵奇的 我不會看銀獸學員 然後就騰浪啊 不可能好不好 對啊 我有一個比較震驚的事 比較想要問你們 就是 哈哈哈 現場提供衛生紙 銀獸殺手啊 為什麼裡面是用日本的 的場景 這是我一個不解的問題 嗯 嗯 好 是因為 這個 這個 因為我記得沒錯 我講過 對 你有講過 我有講過 然後 他講過了 他講過了 應該不是一次 這個是 雷利斯考特 他好像親自講過的事情 對他有講過 哦 是哦 好吧那我自己去找 沒事 哈哈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城市的那個什麼 東方的那個概念 其實他有很多東西結合起來 一開始我提到說 就是所謂的那個 喝咖啡的那一幅畫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地方 是 小的時候 他住的那個城市 就他住的城市是 在英國 然後那個什麼工業城 所以常常都會有那種蒸氣 對 然後呢 再來一點是他去過香港 然後也去過日本 然後他在對那個地方的那個 現代化發展有非常強烈的一種 印象 因為他自親眼看到一個 日本跟香港都是那種相對年輕的都市 就是如果你跟那個什麼英國倫敦啊 或者是美國紐約比起來 他們現代化的非常的快 對 然後而且都是在那種 780年代快速變成那種高樓大下的那種 的那種地方 然後你就會發現就是他香港跟日本都有類似那種傳統跟現代 立刻集結起來 然後迅速長在一塊的那種 的那種東西啊 對 所以然後再加上他 呃還有再 添加一些那種當時的那種科幻漫畫 莫比斯嗎 還是一本雜誌 裡面的那種畫的那種匯豐 然後這幾樣東西結合起來 然後就變成引力殺手 對 當然他有他除了他不是他自己畫的啊 他那時候是找了席德米德 這個設計師 然後這個這個設計師其實就是幫 他哪一國人啊 你說你是問誰 雷利斯考特還是希德米德 希德米德 希德米德好像是美國人吧 喔 希德米德 等一下喔 已經他去年剛過世 2019年的時候過世 對 美國工業設計師概念是藝術家 對 這個 呃 他在請他設計的時候 呃 就是可能有跟他講說他希望能夠做點什麼東西 然後他 畫出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 呃 後來有一個那個 嗯 怎樣 你說什麼 你說你說你說 沒有就是後來能夠這個東西能夠真的照著他的想法做出來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個時候正好罷工 那時候演員有進入罷工 然後所以他就那個什麼他的拍片演了一年 拍片演了一年 可是這些那個什麼現場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場景啊 就多了一年時間可以搭 對 所以才會這樣子 這個是前一陣子那個什麼 我忘記哪一個導演在講說現在的電影都都太敢了 然後就講說那個以前的電影厲害是因為 他們有相對的比較多的時間可以去把場景做好這樣 對 好 然後我有一個疑問 那個阿吉那三個老人是代表什麼 嗯 其實那三個老人不是老人 那三個老人是小孩耶 你說老小孩嗎 對啊 老小孩 老小孩 我好啦 我自己看到的感覺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沒有像 我看的時候是年年少時期 年少時期 我那時候看的 然後而且我又看到非常 就是在那之前我已經看了非常多的那個日本動畫 所以我對這種東西真的一點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然後見怪不怪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就是 某個科學機構 沒有覺得 因為我我後來看我都會覺得 電影每一個的元素其實就是代表他 他是刻意去做的 所以我後來看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我以前都覺得是因為想要讓故事自然 然後他可能會 就看起來是自然的 你不會對他有所質疑 所以我會 然後 好啦 反正就是我不懂那三個老小孩 你想要問他背後代表什麼意思嗎 對 我可以 我可以 好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講的東西是不是對的 但是我其實可以告訴你我自己解讀的感覺 就日本呢 我就是想要知道 日本其實一直都有那種 肉體自卑的那種 傾向 找這個 這個還不是我自己原傳的感覺 這個是還是上了那個就是看了那個什麼南宮大士的科幻課程裡面提到了一點 就是本來其實對於自己的肉體其實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在日本的那個什麼科幻裡面常常出現改造人這種東西 可是他們A片那麼多 不是A片 那為什麼會歪到A片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如果 你如果發現的話 美國的超級英雄都是 都是很強壯的嗎 都是肉體 都是肉體 都是肉體很強 都被畫的肉體很強壯 但是日本的 科幻英雄通常都是穿盔甲的 然後或者是判包在機器人裡面 然後還有一種然後那個什麼這是一種藉著外力科技的能力讓自己變強 然後還有一種類型就是卡就是那種那個改造人 人造人間 然後有一種說法是說美國歐美是世界其實對於機械 然後的現代化其實是從比較有恐懼跟排斥感 對但是日本呢 其實不會日本其實是非常擁抱這種科技 機械感 然後有一種說法是 歐美其實任務 那個早在他們產業革命當中 其實他們有提 他們的文化當中是有體驗到科技的進步讓人失去的工作這一點 就是很多人可能是人工 可是後來自動化 然後很多人就失業了之類的這樣子 那個狀態 可是在日本的情況卻是 他們在二戰之後那個什麼 整個就是荒蕪蕭條 然後藉著現代化跟科技的力量 讓他們能夠快速恢復繁榮 所以在他們文化裡面他們對於科技 對於機械 對於科學的東西 機器人 都是抱有好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日本的科幻作品裡面 日本的機器人 其實多半都是幫助 正義的好夥伴 對 然後 你剛剛在提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 到了七八零年代以後就是 開始混入了那種 把身 就是科技不止他們 像是機器人 只是他們開機器人而已 可是到了Cyberpunk的年代 是他們改變了自己的身體 的那個什麼 他們甚至把自己的身體給改造 這樣子 那像假面騎士 就是改造人 就是他們可能是把自己改造成那個什麼 具有強力 強那個什麼很強力量的人 然後可是 接下來的 我還可以整成千除惡這樣子 然後跟邪惡組織 邪惡組織也有他們的改造人 所以好的改造人 跟壞的改造人 這樣子 會打到會 會戰鬥這樣子 那 這是前因 所以 我看到阿基拉那個感覺 我一點都不 不覺得奇怪 因為我覺得這個又來 又是日本他們在改造 他們做實驗的那種 一種 風格 那個實驗室 我其實沒有特別去看他們在交談的那個內容 但是他們那個畫面就是給我的感覺就是 這個研究所其實在研究人類的能力 然後他們可能是用一些藥物 來讓人可以啟發他們的那個什麼特殊能力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他們 那些 老小孩都都擁有超能力吧 對 可是他們看起來是老人的樣子 就是 就是很明顯就是 這些小孩的能力可能被 過度的使用 被藥物過度的催化 所以導致他 的外貌就是老化了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感覺到 我看到 我直接解讀的內容 我其實也都已經沒看 這部電影已經很久沒看了 但是我 留下來的印象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而且他們是在一個軍方組織裡面 一個研究所裡面 對 然後鐵熊進去裡面吃到裡面的藥 然後才開始變成那個樣子 也就是說 他啟發他大腦的那個什麼潛能 然後開始變成那個樣子 原來人類的潛能可以這樣子之類的 對 那 我覺得老小孩在裡面所代表的 其實就是人類的能力被開發 但是他 無法負荷他的力量 所以他衰老 雖然是他 我覺得他們感覺起來就是還是小孩子的個性 但是他的外貌就是完全是老人的樣子啊 所以你會看到那種打著那個 那個小孩那個什麼雙馬尾變成的那個老 老人這樣子 對啊 這個是我在裡面看到的感覺 然後啊 對 我應該要再補充一下 那個什麼 那個大俠 不是在問說那個什麼 所謂的毀滅這件事情嗎 其實你可以去看那個漫畫 那個漫畫其實 大有克陽 在毀滅之外 又講了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第六 就是漫畫畫到第六集 是整個東京都已經毀掉了 他那個實際的那個政治的那個什麼 都已經瓦解 已經可以說日本那個什麼 整個城市已經進入廢土狀態了 對 但是 那個故事的結局竟然是光明相 就是有那個比如說美國的那個園外組織來有沒有 然後呢 那個時候今天就說你們不用來理我們 我們可以自己活得很好這樣子 好 那個其實就是大有克陽 他最後想要植入的那個內容 就這一把這一切都毀滅了也沒關係 然後我們可以在一片荒蕭 然後我們要自己重新開始 但是我不要被外面的人 我不要被外面的文化影響 這樣子 然後他最後其實是一群暴走族 然後在那個什麼 一片廢墟荒蕭中騎著摩托車 然後那個什麼 很開心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 我們那個什麼 可以 我們終於可以開始組建我們自己的 想要的那種社會跟生活 我們可以自力更生 這樣子 就是不要文化 也不就有點到最後都已經有點 快克拉的感覺 你知道嗎 把文明都毀滅了 我們不要這些物質生活 這樣子 可是我們可以 這些東西毀滅我們都還可以存活了 你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覺得好像沒有物質生活就活不下去 可以 我們其實 人類比你想要更更加的強壯 什麼之類 我們可以適應 這樣 這個 你如果可以去看那個什麼阿基拉的那個 第六集的漫畫 你可以知道 大有克陽 其實在劇場版裡面 只把毀滅給做出來 對 但是他後來畫漫畫 其實在講重生這件事情 對 或者是我們 大有克陽 他做了 他是真氣男孩的導演 我看他所有的東西 就大概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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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得告法國的 就是 騎士勳章 就是有對歐洲 文化有貢獻者 都會拿到的 的一個 這樣子 就是 正氣男孩也 還有還是有這種東西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最後其實有展現 我剛剛講那個 那個什麼 阿基拉第六集 最後的東西 他最後那個什麼 在這一場戰爭中 毀滅什麼 但是 一切還是他還是埋了一個希望在裡頭 對 他是統夢的 然後那個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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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是的 那統生是什麼東西 什麼統生 因為一樣的字叫統生 統夢的統 可是是生 統生 那個什麼漫畫家叫做木城杏仁 對 對 那 對 不是大有客 但是 他們 都是在同一個時間點 出來的 那 木城杏仁可能還 比較晚一點 木城杏仁的那個 就是 創夢這個漫畫大概1990年 所以你可以說他其實應該是在阿基拉之後被影響到的一個作品 對 金銘是大有客洋的助手 嗯 就是他們在找 金銘是導演 對啊 他們 助手 你說是指在拍 在做動畫的時候的助手嗎還是 是啊 他是 他早期是大有客洋工作團隊的人 所以他後來才自己出來做做 對啊 嗯 對啊 嗯 好吧 所以你後來提到金銘也算是一個延伸 好 盜夢偵探 好 哈哈 我從盜夢偵探講到銀售學員 再講我一生 對 盜夢偵探 盜夢偵探 其實 一句話都還沒講到盜夢偵探 我只講盜夢偵探的無碼 那剛才講說波音權這件事情 後來歪了 好 繼續繼續 好 好 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個本頻道正常發揮嗎 我覺得OK啊 沒有今天已經算是主題 還算 主題還算是核心在集中在這一塊 還可以啦 還可以 好 請繼續說吧 好啦我來 好 我在剛剛那邊我再補充問題好了 那個 有關於成人動畫這件事情有沒有 你們如果有興趣想要看一下日本成人動畫的發展的 簡介的話 我推薦你們可以去看一個 一個 一個大陸的UP主 他在YouTube也有放 他叫紅酒湯姆一世 他本身是在做資訊業的東西 他講了很多資訊業相關的一些冷知識跟一些很有趣的歷史 然後其中他也講了有關於那個成人動畫的衰敗的心衰死等等那些東西 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紅酒湯姆一世這個頻道 對啊 但他只有做他只有做這一部啦 他只有做這一部有關於成人動畫的其他東西就是FAN 資訊業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那一部做的很棒 對啊 很明顯就是我們同一個年紀 同一個年紀的人 然後看到他講這東西很有感觸 因為畢竟小時候也是偷偷看成人路一帶 然後看到現在 不是 之類的 好那我們回到主題 有關於那個盜夢偵探 對那個咱們有人講 就是那個我記得金 今年好像是金敏去世的10周年吧 是不是 忘了 對啊 然後那個金敏基本上的主要的作品 就像我們常看到那幾部就是衛馬的部 就是聖嵐恐懼 然後盜夢偵探 然後還有那個千年女優 對啊 然後還有哪一部 我還不什麼忘記的 我記得主要有四部還五部 對啊 東京教父 基本上 對對對東京教父 對對對 東京教父我留好像也打算要播 那個真的 我必須得稱他比較他就很像你知道嗎 很像動畫電影版的四肢育合 但是他在更 但是他在更開更更想像一點 因為東京教父就很有四肢育合的感覺 東京教父已經算是精明最線性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 對我自己看 對阿算最近了 就是最比較戲劇 然後線性 對比較沒有那麼意思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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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千年旅優 千年旅優 我非常喜歡他的品質的感覺 這樣 他算是我最喜歡的 是啊 千年旅優也超棒 對阿 那海底兩萬里呢 海底兩萬里是 是 海底兩萬里是 海底是也是另外一個 還北一行啊 海底兩萬里是 就是這他應該也是安野秀民的東西 我記得沒錯的話 就是那個就是他們的那間公司 你剛剛還沒講完一直被打斷他還一直還沒有講到那個道夢 然後他就會從那邊紮進問題 他太多東西可以講 畢竟他是一個他真的算是 很可就是 天吐英才嘛 很可惜的一個大師級人物 他如果現在還繼續在的話 他一定 一定會有更多很棒的作品出現絕對不會 現在的什麼 押緊手啊那些來來的那個 這個已經很早就去世了 對啊好 那我來我當時會去看盜漠偵探的原因 就是聽說 全面啟動是 好像是有受到盜漠偵探的啟發 然後我就去看了一下 當然我看這一種一種片 畢竟 我小時候不一定有看過 可是後來一定是聽到人家講 然後聽到人家講的時候 一定是先去找一些資料來看 然後資料看完之後去找資源來看 然後我後來其實知道說我們其實有機會能夠在大螢幕看上 所以 這是我第一次在大螢幕看那個盜漠偵探 你看是阿基拉 我就是我之前就找過資源看過了 可是 那個 盜漠偵探我是 第一次看大螢幕 當然 這個就讓我有同樣的問題就是因為劇情我也都知道了 然後內人我也都知道了 然後意識我也全部都知道 所以我純粹就是欣賞他的畫面那種感覺 然後可是 這就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沒有什麼驚喜感 因為都知道了 所以 我必須得承諾我看的時候 一開始會覺得還蠻有Fu的 看到後面之後 就會有點累了 有點累的時候就開始 我想睡覺 我現在有點 糟糕怎麼 不會啊 這個不奇怪 你最近那個什麼 抄得蠻兇的 對 不是不是 這跟抄得兇不兇沒有關係 我看其他電影不會這樣 你看我們這禮拜 我這禮拜去看軍中的給付審 我就看得好好了 完全不會想睡覺 主要是因為 因為你之前補充過太多東西了 你變得說其實你已經沒有 他頓獎其實沒有什麼驚喜 純粹只是去欣賞大螢幕的感受 然後可是因為其實現在的 月城找到的資源 他的畫質也不錯 然後人家解說東西 解說得很完整的之後 你去看的時候反而就 反而會缺少一種 就是該怎麼解釋呢 缺少一種驚喜感吧 因為都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事了 但是 還是有些畫面是可以值得去看的啦 就例如說 他的 一些 真實跟虛幻的切換的那一部分 因為這些東西是你去看資料或解說 是不會有的 因為像你不管你看 我要 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不管你看的是5分鐘解說 10分鐘解說 甚至是3小時的解說 我跟你講 3小時解說是有的喔 你看像那個誰不重要 或者是大綠的大衝 他最近也對了普羅米歐斯 做了將近3個小時的解說 但是那些解說很多東西 你都要去看過正片之後 你才能夠真正理解他在講什麼 所以 在我個人的想法裡面 當我有機會去看到這些片子的時候 我雖然看過解說 我自己找過資料 然後我還沒有真正全面看完 我一定會希望在大螢幕上看到 這是為什麼我明明都要怎麼演了 我也都知道重點是什麼 可是看到有人家願意撥特意 我還是會 跑去看 你看通常 他那個 都在星光映城嘛 我要從細紙騎將近一個小時的路 一個小時的車過去 而且通常 他們都辦在晚上 晚上人測一定多嘛對不對 像這一場他是8點 8點播 8點播嘛 然後 因為他就是走一場 而且是自由路作 那 自由路作很可怕 你知道嗎 如果你太晚到的話 你的位置就會非常非常非常的糟 像我差不多 我那時候因為因為真的那邊真的有點忙 我快6點才出門 然後我7點多才到星光映城 因為那個時候遇到 5 6點是遇到塞車時間嘛 然後騎到西門町那邊 我騎的將近一個多小時 然後就找不到停車位 然後找到停車位之後 上去差不多已經7點 7點20左右 然後那個時候就已經很多人在排隊了 排隊的 部分是怎樣 他是從4樓 然後因為他是旁邊有樓梯嘛對不對 就一直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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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二樓那邊去 因為這走一場 然後走一場的情況下 所以這麼多人看 大家都會計程的朝點來佔位置 對 你必須看一般的事片還認真的很多你知道嗎 所以我畢竟的承認就是 他還是有他的魅力在 因為大家知道珍惜 然後我後來就是 就是怎麼講 這個 不過還好啦 因為那個廳還蠻大的 所以我找到算是偏方便的位置 但是看得也算蠻清楚 而且 因為現在沒有那麼胖的 所以坐起來也感覺沒那麼齊 你知道嗎 之前 我之前不是常說 因為很胖吧 所以 哪一個廳哪一個電影院的位置 夠大 有沒有 像我目前坐起來最舒服的廳是 泰坦廳跟 那個之前金華城的喜滿客 他的位置都夠大 所以我坐上很胖的時候 我坐下去我會覺得不舒服 我之前做過我覺得最小最可怕的是那個 星星秀泰的小廳 他那個位置小到就是你坐下去 卡住會被擠卡住那一種 我必須我有一點的微側我才可以坐得下去 對啊 可是因為 我本身很大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去做大概還是卡住 因為輔門真的很大 對啊 所以 現在基本上 坐旁邊算也還OK 然後他其實也不會說太遠 所以其實一開始看 跟我去看他吉他很像 一開始 哇 感動 手繪動畫已經很難看到了 你知道嗎 一開始的時候是 很有那種 簡單講我去抱著是那種朝聖的心態去 對啊 可是就有一樣會去 像我剛剛就自爆說 我看到快睡早 就是因為 我因為 我會快睡早 是因為因為我都把 我是欣賞整個畫面的美術設計 還有他整個畫面的那種感動 所以我等於是把focus focus在 全部的螢幕 簡單講 那一定會很容易累 然後會非常非常容易累 是 對 資訊 這個很 我 眼睛疲勞啊 因為資訊他真的太大 對啊 絕對會 是啊 我還特別 因為我現在 我之前其實 我看電影都會習慣吃點東西 我以前 沒有在減重的時候 我都會帶那個什麼 我都會帶零食 就是帶那個蝦胃仙 嗯 因為蝦胃仙可以吃很久嘛 對不對 然後再配一罐拿鐵之類的 然後我現在又在減肥嘛 可是我還是習慣吃東西 我就只好帶我切好的水果去 然後一邊看一邊看 對啊 然後 可是 我發現啃完之後啊 還是很努力在看 然後 我努力的欣賞每一個畫面 每一個角度 還有 那種 以前的話跟現在的 動畫跟現在動畫 真的感受都很不一樣 現在的動畫電影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3D電話在裡面 就會有點 模塊感 塑料感的一種卡卡的感覺 就像是 就像髮型一樣 沒有 如果你是那種3D 3D去設計的東西 你就會發現 他的很多東西 是一塊一塊的 然後會很 他的動作都會那種 模塊型在移動 我會像是那種你去看古早唱畫 你去看古早的動畫 他的飄逸啊 或幹嘛 會很有 我不覺得他就有成就感 可是那種成就 我說成是那種 成年老久的成 然後舊化的舊 那種成就感 可是 他相對的 也感覺有溫度很多 這是為什麼 我還要去看 因為 我看我才能夠理解說 當時 那個時代的東西 現在看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再講個更明顯的例子好 有一部動畫叫金爆危機 大陸翻叫全金屬廣潮 因為他畢竟 他目前出了四季 拿到四季的跨度跨了十幾年 跨了十幾年 已經十五十六年了吧 然後最新的一季 因為他裡面是機甲型的動畫 所以他裡面的機器原本是從首位 後來全部都改成3D了 我不記得承認全部改成3D的優點是 遠鏡頭的時候他不會 補掉 可是你近距離看的時候就會 就會 就會 少了一點那種溫度啦 我感覺是這樣子 少了一種親切感 你知道嗎 同一部動畫 只是說不同季 不同年 不同時代做 就有這種感覺 然後你去看這一部的時候 我就會欣賞 光怎麼打 就是在之前作畫的時候 在作畫裡面的光怎麼打 然後 光影的格色有的美的 說真的如果你喜歡 日本的那種 比較秀的那種 動畫的風格的話 你去看你會覺得很舒服 很舒服你不會 當然他因為畢竟到那個盜墨戰爭他裡面有很多就是進入夢境的部分 我相信他一定有些東西還是有用3D 因為他有些什麼 人沉下去的東西啊 我相信他應該是用 那個時代的3D去弄 所以 很僵硬 對啊可是剛好那種很僵硬感 剛好可以把現實跟夢境的界線去做出來 嗯 然後我去看的時候 我裡面有一個驚喜就是 呃 他裡面的虛幻跟那個 那個什麼 現實跟夢境 嗯 他觸不及防就切換過去了 嗯 你一定要發現到有些東西 不太合常你的時候 他才你才發現你在做夢 嗯 因為盜墨 盜墨戰爭 可以講紅辣椒嗎 我覺得盜墨戰爭好繞舌喔 嗯 對啊我記得 欸喔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的時候也是叫做Punking 就是辣椒 對啊 對 就是那個 對啊 就是紅辣椒啊 因為 畢竟後來我的叫盜墨戰爭 我就有點 好好繞舌喔 盜墨戰爭 那個好就是 好反正我講紅辣椒 盜墨戰爭是哪一部 ok 然後在看的時候呢 呃 他裡面其實會比那個 全面啟動更有趣一點 是在於說什麼你知道嗎 嗯 他裡面是 在他的設定上 他裡面這個裝置 類似那個全面啟動的睡眠裝置有沒有 還帶上去之後 如果你分不清楚界線的時候 夢境跟現實是會交織在一起的 簡單講 他有點就類似說當我們人的想像 能力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當你把他想像的東西想像成真的時候 你心裡以為他是真的時候 他在現實中就會出現類似的東西 簡單講原本是夢境才出現的東西 你在現實上就會出現 可以足以影響到你 實際上東西的狀況 嗯 簡單講你可能在夢境才會飛 可是當你想像力跟我講的時候 你夢境的東西會跑到現實裡面來 然後就可以影響到現實世界的物理的東西 而且他這個都會切換的 我不確定他其實切換的很快 所以你會 可能沒辦法用太常理的東西去想說 這樣合理嗎 為什麼夢境的東西跟現實 這樣不合理吧 應該這樣講 他其實不會去探討說到底合不合理這件事情 他只是想說就是 當我們人夢境 或者是你的夢境被他侵入的時候 那如果侵入的時候是故要害你的的話 那會變得怎麼樣 就會變得大亂 尤其是當他有能力讓你在清醒的過程中 也做夢的時候 要最可怕的一點就是在你 簡單講你入夢的過程你是沒有感覺的 你不自覺就入夢了 然後你入夢之後如果在你的夢境是被他控制的時候 那你就會被完全在夢裡面被洗腦的另外一個人 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你這個現實中的身體就可能會死掉 因為你醒不過來 如果他的設定來講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設定 但是我必須要說他的缺點就是 他還是切換的東西太多 然後放的太多 畫面其實放了很多很多資訊 像你如果去看解說就或者說 金明在這部電影裡面 他就講了說現實的一些狀況 工作受壓迫 然後呢 你的人再怎麼努力也貧過天才 然後現代的人 為了物質生活可以形成掉 任何的有的沒的 一些社會 像 就是想想 那種憤怒 憤怯的感覺 有沒有 憤怒這個社會怎樣怎樣怎樣 之類的 對啊 所以他還是放了很多這樣的東西 所以當你去看整個畫面的時候 應該這樣講我看這種電影 我都會覺得想睡覺是因為 我太專心在看 我太專心看整個畫面 因為我希望 機會難得嗎 我希望 盡可能的吸收多一點 你知道嗎 這樣就變得很累 我如果其實把我的心思放輕鬆一點 我就只看主線 其他旁邊的我都不要看的話 我就不會睡著 我就不會想睡覺 我沒有到睡著啊 但是會很想睡覺 對啊 我目前就是看阿基拉 或看到我都沒有睡 我都沒有 睡著過 但是 會很累 累到真的會很想睡 但是 目前是他還沒有睡著 對啊 因為我真的太安心了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這一部 我個人 其實 如果以我最喜歡的部分來講的話 應該這樣他給 我才看到我一種感覺就是 金米是不是有點想替肥宅說話 就是那種 因為裡面的主角 其實裡面的主角是 女主角 其實女主角他也在做一個自我 自我探索的一個部分 因為他在現實中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一個 類似事業女鄉人的感覺 然後在夢裡面 非常的開放 然後 想法非常的自然 然後想幹嘛就幹嘛 一個非常 free的一個 紅辣椒 可是現實上他卻非常非常的悶燒 我說悶燒是非常的壓抑 對啊 然後他 他就是很喜歡裡面的那個博士 叫什麼石田博士吧 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大放 食量也超大 也沒有什麼 也不會逗女生開心 但是他就是很專心 在做自己的東西 然後偏偏女主角就很 女主角就喜歡這個 這個博士 嗯 然後我就覺得 現實上 現實上可能有點難 我覺得 因為那個博士真的是胖到有點 會卡在電梯 然後一直不停的吃東西 然後那個胖是真的有點可怕的一種 因為畢竟我也是胖子嘛 我能夠理解 可是他的胖子 是比我更胖 還要在抗爆指控性那種狀態的時候 應該怎麼講 你會可能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的設定 是 是想要是說 是想要講真耐嗎 還是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他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很不現實啊 超不現實啊 啊對 對那個還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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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那個博士的配置 這個 我在看 我覺得那個走 我在看維基的 關於那個金銘的介紹的時候我都會覺得 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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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跟你講 我是 我習慣把 我習慣看完字幕嘛 對不對 然後才看 沒有那個 那個很好認啊 他的聲音很好認 好不好 對啊 角色跟那個真的差 真的有點 出來 對啊 好啦 就是 我看的時候 這個真的有點困難 因為 你又不會動女生開心 然後 真的有點困難 對那女生也在罵他說 你看 你們這一些人 就只為了做你們自己所做的自己 都不管社會變得多亂 不管別人怎麼樣 你們就做你們想做的事情 可是 他雖然問題是在裡面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他在一邊罵 可是他一邊是欣賞這一種角色的 對啊 他在那邊罵他說 你們怎麼可以 就是 就只一頭埋進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根本就不管你做的東西 會影響世界變得怎麼樣 他是罵他的 然後他也被 然後這個博士也被罵到有點 不好意思 他就沒辦法嘛 可是問題是 反過來 他罵雖罵 但是他還是喜歡他 他還是喜歡他 所以 有點 不知道我剛才講犯賤嗎 你講就是 你明明就 就有種很奇妙的感覺 你知道嗎 而且 的確啦 你去看金米的電影有沒有 他的每一個角色 都塑造的 很有 很有深度 我的深度不是講說 他多麼的 我的深度指的是複雜 因為人性本身就是複雜的 所以你不可能 因為現在太多動畫都是把 一堆角色 完全就歸 完全的好 完全的壞 完全的醜角 完全的幹嘛 很樣版話 可是金米的很多電影 他都會把 裡面的角色 其實也不少 但是他都會盡可能讓角色的 內心 變得很複雜 很豐富 所以有時候你會討厭這個人 可是有時候你又會去 喜歡這一點 這個是看金米的動畫 會覺得有趣的地方 然後 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全部真的都完全在電影看過 所以接下來那個 深藍恐懼 我還習慣叫魏馬拉夫 馬上 深藍恐懼我一定要去看 然後阿基拉我一定要再去大英文再看一遍 就是畢竟 我很喜歡看MX 對深藍恐懼我也有興趣 我也有興趣 到時候要辦的時候 我聽說這個好像會正 不是要直接上映 好像不是走特意 是不是 有嗎 真的好像 車庫嗎 不會吧 我忘了我來看一下 他去找的時候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雖然 其實金米的東西我看的不多 說老實話 盜夢偵探在看的時候我是種種的混亂 因為我是在家 我在家裡面看 我在家裡面 所以我其實是沒什麼心理準備 而且東京教父 不是那種類型的故事內容 東京教父比較沒有千年女優 千年女優有點意思 有但我覺得都還好 還沒有到 到那個什麼 盜夢偵探那麼誇張 我覺得千年女優很不錯 不是就是千年女優有 千年女優有那種東西 但是不會像盜夢偵探那個 弄到 那時候我已經 已經 現實生活 已經有的搞不清楚狀況 對 對 比較適合 那種一般觀眾 對啊 對 對 因為千年女優他所說的那些那些意思有東西是在講那個女 女的演員他以前演過的東西然後他與現實的那個時候切換的這個這個狀態 不過 我剛在看危機的那個什麼關於金明的介紹的時候我才會講到那個時候 難怪難怪難怪 因為盜夢偵探他 那裡面這一段介紹啊 他提到了誰 那個時候上皮業居內 上皮業居內的那個 他講那個精益狂想曲 可是你看到盜夢偵探的那個 女孩子其實跟 他那個造型其實就跟艾密地異想世界的女生很像很像 對啊 就是上皮業居內啊 就是上皮業居內的東西啊 然後泰瑞吉蘭 你如果看過泰瑞吉蘭的巴西你就可以知道那個夢境跟現實的錯亂這個東西是怎麼回事 那很明顯從那邊來 然後再加上 機動戰士鋼彈 骨骨測啊 就是你看到這件介紹就突然間發現難怪他會做出那個盜夢震撼這樣的東西 他被這些東西影響的很 就是裡面都有那麼一點東西然後他最後消化起來變成這個東西 然後 這個是 好啦我其實沒有那麼 吃盜夢偵探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劇情面的人 對就是我 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劇情面的人 就是我 我還是會希望能夠有一個故事 然後我能夠對角色投注情感 那像他們這樣子那個什麼大夢震撼其實對我來說有點像那個 斗尼斯考特後來的女魔殺那種感覺 那你有看過有人有看到女魔殺這部片嗎 對 就是 女魔殺 他應該別的名字吧 就叫女魔殺 他就叫女魔殺 就叫Domino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叫什麼名字 那個 其拉奈特利 其拉奈特利 也那個幫你 那個賞金獵人 對啊 內部就很實驗你知道嗎 就是 通尼斯考特那個時候就很喜歡玩一些那種剪輯的那個 意思有東西 然後他明明就是一個女一個女女魔女媽的然後去當掌精獵人 然後可是在裡面所遇到的那些人他的愛情故事啊跟他去出那個任務都用非常 都很奇幻跟意思的方意思有的方法在在虛實交錯 你知道嗎 你會突然就不知道這這到底是 時間的那個斷裂然後那個什麼 他不知道在講什麼時候的事情 可是是隨著這個女生的心境 然後再講故事 然後那時候我看完就是我這好實驗風看後來我覺得 對啊我有看懂他要幹嘛但是 覺得很累 就是就是我還是我自己個人還是比較希望有一個故事內容灌在裡頭 對所以對我來說道夢偵探他有點 過頭 對但我當然我絕對不否認他的才華他很厲害但是就是看久很疲勞 然後就是他不是他有點像實驗風格的東西他比較不像劇情片 對是啦是啦是啦 沒錯 嗯 我這種感覺 就是應該這樣講啊 嗯 就是我就要 就這樣一開始說的 我去看這一些 電影對我來講他算是有儀式感 嗯 所以我會很 貪心也想要進去的人去吸收 嗯 是畢竟人的能力有限 嗯 對啊 但是有的時候也不 我有的時候也不是完完全全 不吃不能夠吃 你知道 像那個什麼 那個 水沙的唐吉賀德其實也是很類似的東西 對但是 看到後來 對就是看到後來就是 就是要看你那個時候的心境是如何 你看你的心境如果符合 你就你就還好 對就是你已經看懂他在幹嘛 然後你 就是你不會覺得他玩過頭 如果你累了你懶了你煩了 就算他講得很好你你也不會喜歡 對啊就是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可是我對你沒興趣我現在心情就是不爽 就是不爽你啊 對 就是這種狀態 你知道嗎 對啊 一定一定有這種情況 有有一個 有一個重點喔 金米他終究是以 動畫來作為他的媒介 像比如說像當夢珍泰瑪話 把一大堆城市有一大堆扭曲的人走在路上 那一幕那一幕 那種東西是只有動畫才有辦法做呈現的人 對你說現在要用電腦動畫做類似的東西出來 也不是不行但是 可能會遇到那種 所有的恐怖 的那種情節 你要做一大堆頭大大的人 然後每個人都有五官 然後 那種暫地動畫 對走在路上 那效果反而會打折 我覺得金米某些程度上 他算是對那種 那種 那種 整個世界觀扭曲 這種概念 他算是可以掌握得很好的 一個導演 就我身為一個導演的時候 我會很擔心說 可能光是兩個人要交叉剪接 我就會開始在擔心說 作片 我會不會處理 讓觀眾看不懂 而金米他可以處理到說 整個世界都是混亂的 一個混亂情況下 他還是可以處理出 他一個一整個世界觀一個架構出來 那我覺得說這方面是 他算是 還蠻有自己的 個人個人的能力 再說然後說我自己看的那個 盜目真撼 我自己也是那個 看著韌韌的 對他就是 沒有 就是他就是過了頭 就是已經過到你已經超出一般觀眾能夠承受的極限 對 那那個東西 最喜歡的就是千年女優 他真的就是處理得很好 在任正哥過去跟現在 想像跟現實的那種交代他都交代很清楚 然後又有美感 我覺得他最厲害的部分 對 是 看聖杯其事途中半夢半醒 聖波其事會嗎 但是聖杯其事其實也是虛實交錯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聖杯其事其實是很 英國風 賀歲片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蒙蒂毛 現在講聖杯其事我提 那個什麼我的那個 我認為你在講的聖杯其事應該是蒙地蟒蛇的那個 就是泰瑞吉蘭 在還沒有自己跑出來做 作品之前 對 然後 你可以看得出來蒙地蟒蛇也是影響到非常一大批的那個創作人 金銘被影響啊對不對 那現在最新的被影響的人是誰 福田吉那個時候 要福田 我忘記他名字 就是那個 勇者意願 對他最近還有新作品喔 最近的就是那個什麼三國志心幾世 你知道 對 你就等著看吧 就是那個 勇者意願那一群原班人馬 跑來演三國志裡面 然後用同樣的莫名其妙的那個講故事方法 來來來來來做那種辯證 這樣 對啊 OK 那個 我們道夢真還要繼續下去嗎 要不要趕快進去下一個環節 對 差不多了 剛剛那個大俠說的這件事情啊 我有 我有深深的感覺 因為 他裡面的畫面說真的 如果你用 現在的 現在的動畫 不是不能拍 但是真的會看起來會很可怕 不過 我也還是要再稍稍的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日本的動畫 對於這種超現實的東西 一直是 一直都是有人在做的喔 而且還蠻多人做的喔 就像剛剛 等一下我們可能會提到嗎 那個什麼 為了 那個什麼 那不叫什麼 戴上貓的面具有沒有 裡面也有啊 裡面也有提到 裡面也有用的類似的 只是他比較淺點而已啊 就是他其實 那個很明顯 你 他不看人的時候 旁邊的人全部都變成 全部都變成那個稻草人 對不對 也就是說眼中 只有那個人是活人 其他人他都不在乎嘛 所以他其實用那個旁邊的路人全部都變成稻草人的一種 一種那個什麼 一種視覺效果 這個其實在生之行裡面也有 生之行這動畫片 是 的電影版裡面也有這個 就是 他沒有 就是他其實不看的任何人 他從來不正眼看任何人 所以旁邊的人全都對他來說都是沒有臉的 所以就 在那個什麼 他就是 在動畫裡面其實就是 他們用這種方式來呈現 而且這些 我真的覺得這意思有啊 真的是從那個安顏秀明時代那個時候開始泛濫成災 就以前的 以前的日本動畫不是不會用這種東西啊 機動三式鋼彈的就也有啊 就是他們在用 就是那個新人類彼此互相 意識在交會的時候 他們會用什麼 海的潮水啊 不用天鵝啊這種意象然後來 來展現出我這麼人人 就是他們兩個機器人在打架的時候然後他們意識在交會 然後後來變成 機動戰士鋼彈後來這個系列就一直延續這個東西然後他們 影迷還給他取一個外號叫裸體聊天室 就突然間打打然後突然間聊起天就是突然間在講話講話他們就是為了呈現說這不是現實 然後就兩個沒穿衣服人在那個早在一個空間裡面講話 然後裸體聊天室又來 大家要進入裸體聊天室狀態 這就是日本其實一直以來都有還蠻多 他們很喜歡就是有畫動畫的那個傳統就是會 會出現這樣子的那種 呃表現主義 你可以說他用表現主義的方式來 就不是寫實 表現主義 但是 真的從 新世紀福音戰士 他 玩 會出現連續一集全都這樣子玩的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之後呢你會看到後面被影響到的那些創作者就是 就可能小時候看他那個東西青少年看到東西覺得安爺兄是神 對然後後來他們這些人在投入動畫 動畫那個長產業裡面 然後就就又會在做出 一批弄東西來 像以最近來講那個什麼從林開始的異世界 就就真的會會有玩弄東西 我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但我其實一個那個動畫觀眾 我是覺得 有點煩 就是 你要 這其實要講到一個現實問題 其實你說的對 真的其實很多 玩這種手法人 其實在日本動畫界很多 但為什麼金銘特別有名呢 因為 因為惡夢晚哥的導演學他 然後被網友抓到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個動畫導演的東西 被好萊塢電影導演 學了以後 然後大家才說 那個他突然間被注意到 是這樣子 他才突然被注意到 所以某些程度上 跟運氣有點關係 當然 藍色恐懼也是一個 應該是很突出的作品 才會被 那個 黑天鵝導演注意到的 但終究 某些程度上跟運氣有點關係 你要講 你要講這個的話 事實上阿基拉也是 這樣子啊 對啊 就是事實上那個什麼 駭客任務 Matrix 在出來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個兩個導演嗎 華卓斯基 現在叫姐妹嗎 當然是兄弟 對不對 我還記得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我 在念大學的時候 電影 電影客老師 特地介紹這對兄弟嗎 對 然後他 就說這對兄弟 不願意出來 接受訪問 所以那個什麼 帝國雜誌 就是電影的那個電影雜誌 只好 就他們的作品 然後做那個什麼 測血分析 然後阿基拉跟工可機動隊 就一直被拿出來提 這樣子 也就是說 駭客任務 讓工可機動隊 與那個什麼 阿基拉 又再一次被 大眾再注意到一次 應該是 就是 也就是說 日本動畫在那個時候 又再被注意到 對 不過自己 不過應該是說 在那個年代 日本動畫還是相對的 比較冷門的東西 就是他們不是當然不會說不紅啊 但是其實就是他不還算不算是大眾的 但是有趣的是就是 最近這五六年 可能是被那個網路的影響 對就是那種社群網路的影響 日本動畫開始慢慢成為了那個歐美大眾 就是比如說 七龍珠 火影忍者 然後還有 之前其實有一個 有被大眾化的東西就是那個 神奇寶貝 神奇寶貝 神奇寶貝就是比較早期就有被大大就是 就是歐美的人也都 歐美的一些 明星也喜歡 我還記得那個麻油油 其實會在自己的那個大體驗上貼那個東西 貼貼那個皮卡丘在上面 對 那 這是到最近這幾年來那個什麼 日本動畫突然間 變成大眾化的東西 其中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影響就是像 巨人 巨人很明顯 就是哇那個你會發現說突然間有很多歐美的影迷喜歡了 對然後或者是 我覺得從你開始一直還沒那麼嚴重 對但七龍珠很明顯 他們其實在黑人 的那個什麼社群裡面其實是有非常大的那個什麼 很廣大的喜愛度 你會發現有黑人在 Cosplay賽亞人這樣子 對 這個是稍微再解 稍微再 離題一下 這些東西 對 OK 這個是 爆猛偵探嗎 對 沒了沒了沒了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weet 在練 rider 蹒蹦 周圍 來 你 不准备